从当年内部家喻户晓的《我与春天有个夜会》 到前阵子饱受争议的《中国式关系》 近年来转战内地影视圈的香港演员丁子俊 演艺事业也是十分的丰盛 7月19日丁子俊现身上海 驻镇第67届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上海赛区的美丽开启 在积攒了多年的拍摄经验之后 丁子俊挑起了新尝试 在新戏《凤凰无双》中担任其出品人 不过这个新身份倒是不轻松呢 最近呢就是在忙《凤凰无双》的一些后期 然后这一次呢因为是我第一次当那个创意总监跟出品人 再加上演员这个角色 我就觉得作演员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也非常幸福 因为拍完戏回家就休息 开餐剧的第二天继续工作 但是我基本上除了拍戏之外 还有兼顾到一些幕后的事宜 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当三人用的 当然了 做一行爱一行 此次作为《凤凰无双》的创意总监 与出品人这两个身份 虽然是新的尝试 但是丁子俊是细心仔细 只想做出一番好成绩 有啊 因为整个《凤凰无双》的创意都是 尤其来自于我的想法 从一张白纸一个字一个字的这样写进去 要在服务执行把它拍摄出来 然后加上后期啊 CG啊 配乐啊 配音啊等等 慢慢把它组合成为一个 我觉得对得起大家的一个作品 因为这个科幻是体现于它的一些情节的展示 因为在中国那些市场从来没有一个把西方世界 大家很随机的一个科幻 跟中国的一些古代的文化有和在一起 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呈现 所以在《凤凰无双》里面呢 我就做出一个这样的成绩 眼看着这暑期一天比一天热 不过说起着炎炎夏日 跟丁子俊的《演员之路》倒是有着莫大的关系呢 然后饮食方面就是吃一些水果啊 多喝水啊 喝些冰箱饮料啊 小时候也是两天热的 就是在家里面 对啊 所以为什么我自己会当个演员 跟小时候很热的天青 其实有莫大的关系